一片黄沙了无生机 今年2月美联社分析的卫星影像中 中间倒荒凉一片 没想到时间快转到8月 镜头拉近一看 画面下方出现八边形的水泥地 上方甚至连接一条 疑似提供飞机起降的短跑道 根据美国星球实验室分析 跑道长约610公尺 宽约14公尺 分析认为足够供涡轮螺旋降飞机 以及无人机起降 而这些建设都是在上个月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因为在7月之前 卫星影像都未拍到这类建设 我带着我们官兵守着我们的祖国海 眼前的这边祖东海 我不让它丢一分一毫 系数中间岛上目前设施 已经有两个雷达护照 大陆国旗观测站 小港以及直升机停机坪 北京选在西沙群岛中居越南 最近的岛上舰跑道 分析普遍认为 解放军阵扩大作战规模 尽管越南菲律宾等周边国家 在南海主权争议上表达抗议 但中方宣称几乎拥有整个南海主权 对中间岛的相关工程中方拒绝 拖露细节仅表态目的是协助全球航行安全 强调有权在主权领土做任何事 面对北京积极在南海抖焦武装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施任命 前外交部长陆欣为中国特使 他曾在2021年与推特爆粗口 谴责中方在菲律宾海域骚扰 强强异作风被冠上比战狼还战狼的名号 而就在中非南海争议再起 美中持续对抗之际 北京当局持续巩固和周边国家关系 大陆外交部长王毅在南亚博览会 开幕式上强调 欢迎南亚国家持续搭乘中国的发展快车 共享中国发展红利 记者综合报道